你们发现没有 但凡加上国外有门 小重开架白菜 这几个关键词的产品 那我们基本上是自动默认好用的 只要它加上外表好看那么一点 我这个手啊 就不受控制了 那就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上一波我的洛斯开箱啊 我都走了哪些狗屎运 这些哦 真的是智商水 卸妆棉 我一开始看中它 就是因为它无灵 有漂白剂 还有呢 就是这个包装 真的很不占的地方 而且这种柱形包装 是很卫生很干净的 七块多的价格 本来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 拿到手 哎呀 呜呜呜 这漫天在飞絮 那我仿佛站在了棉花工厂里 这真的很像是从生产线上面 拿回来的一个半成品 现在什么年代了 市面上的卸妆棉都五花八门了 像这种不压编的原始卸妆棉 傻瓜才会买吧 我还一共买了两袋 这个是AURA的卸妆棉 同样是原生态棉花 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气息 但是它的表面非常的不平整 它就像一个长满了闭口的下巴 还很像衣服快起球的样子 太恶心了这个 这种卸妆棉完全我不想往脸上放 它是绝对不配我这种天女的脸的呀 同一个坑我能掉两次 没谁了 你们可千万别被这两个化妆棉的外表迷惑 不会买的就关注我 哎呀 接下来又是一次智商不在线的 i-fi购物经历 来自大名鼎鼎的黑珍珠家 先是瘦腿霜 算是卸妆水还是两瓶 现在又是卸妆精 胡衣例外 全员垃圾 你是怎么做的 嗯 这个号称是卸妆湿精 但是它连粉底都卸不干净 这个纸张可以说是最粗糙啊 看到我的脸吗 虽然说它五酒精很温和 但是黑珍珠家就是搞不清自己的定位 你不是湿精 你定的是卸妆精知道吗 真的是 买个卸妆精 又粉底都卸不掉 嗯 以上的智商税呢 我给你们交完了 如果呢 你们